我走的旅行路线,你也可以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自驾 刚刚下公交车,然后来到了这个武林园景区的这个门口 现在准备买票进去,今天去登山 昨天去了,今天是第二天 昨天去了宝峰湖,还有那个黄龙洞 今天的话就正式开始登山 这个山的话至少要两天 现在看一下,征区两天登完 然后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武林园门的话 是它的一个标志门 这个在武林园区靠近武林园区政府 所以以后大家来的话,直接导航那个武林园区政府到这边来 如果你去其他的地方的话 就比较远,持住不方便 来这边持住最方便 这里就离那个市中心 就在市边上 就离市中心大概也就将近两公里的样子 非常棒 好,现在我们准备买票进去吧 张家界不愧为大家心中的旅游圣地 正常工作日都挤得水泄不通 因为大部分的旅游团都是乘坐百龙天梯上山 本着避开人流的原则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天子山索道 先去天子山 索道站路口 刚刚就是坐了那个区间车过来的 那个区间车的话就跟那个公交车的布局差不多 现在的话我们就去买这个索道票 去坐天门山的索道上去 天子山 这个叫天子山索道 还好来这边的旅游大巴就只有一辆 非常庆幸 只有一辆车过来了 其他的那个去百龙天梯的都感觉有十几二十辆车在那等着 非常恐怖的人群 走吧 现在我们去买天子山索道的票 这边是那个天子山索道的售票处 刚刚买了一张天子山索道的售票处 72块钱 现在去坐索道 走吧 现在刚刚坐上这个天子山索道的这个 索道就是这个车 看一下 就是这种的两排座位 后面没有人 那个旅行船还没跟上来 前面有几个人 现在刚好就我一个人 大概十分钟的样子 坐前面来 这样排刚好排 下雨了 下雨了 玻璃上有水啊 天子山索道 天子山索道 还是来这边好 这边没什么人 一个人坐索道啊 很漫长的十分钟啊 哇 好惨 你看 我旁边都没有人啊 这么高啊 还好这个锁到只有十分钟啊 继续等继续等 一个人 默默的等到这个到顶上 这几天都是下雨 一个礼拜都下雨 感觉来张家界这边 貌似大多数时候都是下雨 山区 估计下雨的时候比较多 我前面那一辆车 还坐了两位美国的兄弟 我是没有敢跟他们一起坐车 毕竟现在不太方便 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到中国 所以今天还是不要跟他一起坐同一辆车 我默默的等到了下一辆车 宁愿一个人坐 后面的旅行团应该也快上来了 哎呦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下面 看一下 现在爬升了大概五六分钟的样子 然后现在外面就是雾蒙蒙的一片 刚刚在刚上山的时候 刚上一点点还没有这么大的雾 现在旁边全是雾 根本就看不清 看我后面 还有旁边 雾蒙蒙的一片啥也看不清 这就是在山上的处境啊 不知道待会到了山顶以后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估计也差不多 雾很大 刚刚到这个天子山的山顶 结果啥也看不清 周围雾蒙蒙的一片 没有办法 早上上山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现在去了那个百龙天梯圆家街那边 那边景色更精彩 如果被这个雾挡到了就更可惜了 所以我还是选择来到了这里 待会走到那边去的话就稍微的 应该更好一点 可视条件应该更好一点 这边的话 全部失误 啥也看不清 旅游团的话都准备去那个坐车了 直接坐车去那个鹤龙公园 牛游团 去看啥呢 看那两位美国的朋友也蒙了 两个人在那转转转 哎 人都太远出来了 哎 太远出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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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一大棒人在这穷开心 呜 蒙蒙的一片 哎 快过来 大柯实乎由于贺农 明贺农 自云青 为了就是祭奠贺龙元帅 那么由于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云青是什么意思 所以1995年的时候 然后江泽民同志来到了这边 直接改名为贺龙公园 就是为了祭这个后代啊 祭祭贺龙元帅的这个风光伟绩啊 云青人 这里是贺龙公园的这个铜像广场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贺龙公园的话 是为了纪念这个贺龙元帅转战天子山修建的 然后现在到了他的铜像面前 我们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些旅游船 除了有元帅的铜像 这里还有兵器馆 元帅陈列馆等 供后人瞻仰这位伟大的元帅 了解元帅的生平事迹 贺龙墓位于贺龙公园内 松柏环抱墓成方形 正面写的元帅之墓 背面写了永垂不朽几个字 没有其他任何介绍 公园内有数处观景台 在这里可以远眺 仙女散花和玉比峰的绝妙美景 但是由于下雨起雾 所有的美景都只能停留在想象中 西海风林是索西域景区西部的盆地形峡谷风林群 在这个观景台看到了很多的摄影爱好者 架着长枪在后景 我只能表示 服 听说还有很多人在山上的民宿包年 以便拍景 毕竟张家界地区一年当中下雨的时候太多了 想要看到美景 不是需要时间 就是需要运气 点降台 这里就是点降台 本来就被这个树挡到了 结果还全是雾 下面还有一点点 看他们拍的照片就好看 台阶分三级 数十余座类似四十八将军教场阅兵点降场面 声揚空谷 啊 全是雾 差也看不清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级 这是第二级台阶 三级台阶 好像可以看到一点点 七八级 入住一点点 比那儿好一点 是因为这个低一点吧 对 所以他们说原家界有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是我们从这里走 这个地方的话是 再怎么下雨 只要你有内心 这个景点都是可以开的真的 哦 真的 我们有耐心 能够开的这一点点的 哇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今天是会上遗憾没有刮风 一刮风的话这个景色最漂亮的 现在后面马上来大步了 现在到了这个原家界的这个景点 然后去看第一桥 天下第一桥 哎呀 人山人海呀 全部都是人啊 天下第一桥是一天然石桥 是原家界的标志性景点 由一块天然石板 横空架在两座山峰之上 把东西两座山峰相连 桥上苍松挺拔 桥下云雾荡漾万丈深渊 四周悬崖绝壁 水滴飞溅 踏上桥面 使人有凌空御风之感 这次最幸运的是完整的看到了乾坤柱 乾坤柱又叫南天一柱 是张家界三千奇峰中的一座 位于原家界景区的南端 而它也正是电影阿凡达中 那座悬浮的哈利路亚山取景地 乾坤柱海拔1074米 垂直高度约150米 其顶端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植被 风体造型十分奇特 它垂直屹立于张家界众多奇峰中 仿若刀劈抚腰般顶天立地 故而得名乾坤柱 好了 不逼逼了 接下来请好好欣赏原家界的风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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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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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带提一下 景区的伙食不错 价格也不贵 当然来张家界最常见的就是野生的猴子 这里是他们生活的家园 温馨提示 请勿招勒猴子 文明游览 下山的时候是乘坐百龙天梯 电梯一共有三台 每台都是由全透明玻璃构成 乘坐时还可以欣赏到对面几十座石峰组成的神兵聚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